台海的局勢引發了全球關注 我們今天在線上特別為大家邀請到的是 中華亞太安全治理學會的廖天威博士 要為大家來做分析 博士早安 雅惠主播 觀眾朋友 大家早安 是的 博士大家都非常關注的是 中共最近有一個比較罕見的舉動 直接對外來揭露了殲-20戰機 比較靠近台灣本島這樣的相關軌跡 這是不是刻意要渲染軍事實力凌駕在台灣 它真正的目的又會是什麼呢 的確 這是一個比較不尋常的訊號 因為我們看見中共的官方媒體主動釋放出來 從那個畫面跟影像來看 它都已經清晰可見台灣的海岸線還有山脈了 所以可以說相當的逼近 我個人覺得它有雙重的目的 第一 在戰略上它是施壓 第二 在戰術上是進逼 因為我們知道中共解放軍的軍機跟軍艦 長期的出海 繞島長航或者是滋擾 已經是有相當的一段時間了 所以它第一在戰略上是逐步可以禁逼 可以跟英美國家的第五代戰機相匹配的 先進逆宗戰機 但是它的實際戰力跟系統的整合能力 還沒有得到驗證 所以中共不如從這個情搜 仿真實戰到實戰化的演練 要達到它所謂的這個區域拒止跟兵力投送的目的 所以我們千萬要小心對於這樣的動作 我覺得它是有預知要進一步施壓的空間的 是 博士剛剛特別提到 因為它不單單頻繁了來 而且它刻意會釋放這樣的訊息 背後這兩個目的 大家是值得要注意的 畢竟其實這個殲20搭造逆宗戰機 它刻意的讓我們知道說它到底靠多近 面對這樣的蠢蠢欲動 其實我們要如何來做進一步的因應嗎 因為我們知道說國軍這個新式的高校機 還有國艦國造都陸續續在進行當中 那麼如果以實際第一線的話 我們在國艦國造這些有沒有什麼最新的進展 的確 這個對我們國家的空防甚至是海防 都是相當嚴苛的考驗 因為我們國家空軍其實向來有優良的作戰傳統 那麼也很有這個作戰的經驗和歷史 但是我們現在所缺乏的就是人員戰力兩方面 第一個在人員上來看 我們要培養一個空軍的成熟的飛行員 他的時間 成本 預算 要投資相當的時間跟精力 那如果真的碰到軍情閃機的話 那可能飛行學生或者短期的招募都要派上用場 時間是非常有限的 那從這個軍事武器上來看 我們的國防自主 採購 外購 這些都是要同時並進的 所以我們現在處在一個很關鍵的時期 從空軍 空防來看 我們現在二代戰機要尋求三代戰機的建軍 那麼剛剛主播也有提到我們現在的高教機 今年可能會有17架的用鷹高教機交付成軍 正式服役可以地補原來噴射教練機的空窗 那我想對我們的人員訓練跟戰力的發揮上都是有幫助的 但是這個時間是有限的 我們缺時間 對方有時間 他可以號徵以下的不斷部署 不斷的進逼 但是我們要爭取在這個軍情緊急跟這個建軍底下的一個很有效的時間的運用 所以我想說我們應該緩步漸進 在這個有效的國土防衛跟兼任之島這樣的戰略價值的發揮底下 我們要爭取時間好好建軍 把我們的這個空軍的優良的傳統得以保存 得以發揮 那這個對我們國家的整體國防跟空防來講 才會是有貢獻 是有幫助的 好 今天非常謝謝博士為大家提供有關在海防跟空防 我們其實都一定要逐步再來落實 謝謝今天博士的加入 謝謝您